第30题 30题到32题是个题组 他说台湾绿美大联盟投手陈伟英将手中的棒球牵直上抛 忽略空气阻力的作用 当棒球离开手上升到达最高点后 继而下坠落回原处 有关于棒球运动形形是回答30题到32题 而我们的30题是问 有关于棒球在刚离开手上升到最高点的运动状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可以知道他往上丢的时候 最当然就是位移就是向上的 所以呢我们的诸选项说位移向下呢 这个是错的 然后他的位移向上 所以当然的速度方向呢也是向上的 所以B选项说呢 我们的速度呢是向下呢也是错的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往上丢的时候 他会越来越慢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 那么速度是向上 所以呢就表示加速度应该是向下 所以C选项说加速度呢向上呢也是错的 所以呢我们就只有A选项是对的 所以呢第30题的答案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A 位移向上 速度向上 加速度向下 下期间 下期间 155 谢谢观看